对每种不同的四目投资基金 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指定的投资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不同 那咱们投资者在选择的时候 它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能不能跟我们来一个个 一一地来举例说明一下好吗 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证券投资基金 这个基金就是 大家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选择 是否你愿意去参与 一个是跟我们公募基金相关的 就是纯粹的是股票多头的基金 它们可能是参照公募的方式 一个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很多跟公募基金很像 也是偏股型的基金 那这一类大家很容易理解 那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呢 还有其他几类是公募基金所 一般不能覆盖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哪些呢 一类策略就是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它很多会投资衍生品 就是我们叫做CTA的基金 那它可能更多以商品的期货为主 那这样会做一个多元化的组合 它可能会涵盖了 包括能源的一些商品 农产品或者工业品 大家能够理解的一些商品的 一些价格波动 它会做一个组合 就是期货 期权 股票 它都可以投资 对对对 它可以做一个组合 那它的这样一个业绩的相关性 跟股票可能就完全不是一类的 一个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第二类呢 就是说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还有一类是非常大的一类策略 叫阿尔法对冲基金 它是针对公募基金 你买入股票持有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面临β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市场波动的一个风险 公募基金可能它选的股票很好 但是市场在下跌 它也不可能给大家带来 这种的一个收益 但是私募基金 因为它能够运用 衍生品做对冲 它可以把大盘的一个波动风险 给过滤掉 那这样的话就是 不管你大盘是上涨 它也能够赚到说 股票超过大盘的这部分收益 那即使是下跌 它还是能够维持一个 正收益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类基金 实际上目前来说 也是大家选择比较多的一类基金 另外的话就是 从更大范围内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是宏观对冲的基金 它可能是关注一些 大的资产变动的机会 它可能今天股票好 它就投股票 股票不好 它可能投商品 商品不好 它可能再买点外汇 那它是一个关注 特别大的一个宏观经济变化的 这样的一种资产配置 那你可以发现说 一个是它可能 关注的周期会长一点 但是它可以覆盖的一些 投资机会更广 那这一类基金 也有很好表现的一些 宏观对冲 对对对 宏观对冲 也有一些私募基金做得很好 包括说在2017年 私募证券基金里面 做得最好的就是一支 是宏观对冲的一次基金 它的收益是达了百分之两百几的 这么一个收益率 所以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一类呢 可能是亚冰 他可能接触比较多的 就是量化对冲的基金 他完全不按照 我们通常的选股的逻辑来做 他完全是对 历史数据的一个分析 通过计算机交易的方式 来找出一定的规律 那这里的基金 它的表现也很稳定 也获得了不少的一个收益 也有一部分小众的人群 就特别爱好这一部分基金 包括机构投资者 可能在他们评选的 标准过程当中 他们对量化投资基金的 一个青睐度会更高一点点 所以刚才说了这么多 都还是全部局限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这个B选项 这一个选项当中 就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 这个证券投资基金 所以在选择上 可能专业度上 还是需要有一些把握的 wine wine one